求求你 资助我吧 当陈依依跪下来求我的时候 我知道他是来取代我的 前世 陈依依家里重男轻女不给他学费 我供他读书 他缺少爸妈的疼爱 我爸妈带他入亲生 他就让我嫁给他哥 理由是这样就是一家人了 我拒绝 他将和他哥合伙将我骗到乡下 五年低我生了四个孩子 只为生了儿子 我死后 他成为家里的养女 嫁给我的未婚夫 彻底取代我 再睁眼 我想玩死他 于是我赶紧请出了文曲星 他已经给开视频的公主 王子们送了两个月的好运 给文曲星点赞后 就能逢考必过 做题全对 在评论区发谢谢文曲星 他会感受到你的诚意 并多送你两个月的好运哦 郑文现在开始 宋宋 求求你 资助我吧 陈依依突然跪在我面前 声泪俱下 前世我就是因为看到 陈依依这副可怜的模样 心软了 答应资助他 我给他交学费 就连他平时的吃穿用度 我也都薄了 但即便这样 陈依依还是不知足 他总是盯着我的衣服看 羡慕地说道 宋宋 你这件衣服 能给我摸一下吗 摸一下就行 我知道我没钱 命苦 我是没资格穿这么贵的衣服的 这种衣服 只有你这种千金大小节 才有资格穿 你一只口红就四百块钱 比我一个月的生活费还多 如果我能用一次这么贵的口红 死了也值得了 他一次次装可怜 每一句话 都是奔着拿捏我而来 我把他当成我的朋友 对他掏心掏肺 可他是怎么对我的 他和他的父母 一起把我骗到 他们老家那个穷山沟里 让我和我爸妈失去了联系 当天晚上 我就被他哥侵占 陈家人怕我逃跑 在我脖子上套上狗链 住在猪圈 挨打是家常便饭 我身上就没有一块好皮 陈家人更是比我五年里 生了四个孩子 只为生个儿子 就这样 被迫生下第四个女孩时 陈家人对我深恶痛绝 怒斥我生不出儿子 他们给陈依依打电话 让他把我弄走 陈依依冰冷的声音 从电话里传来 直接打死不就行了 我彻底绝望 当晚 我被陈家人活活打死 而他却找到了我爸妈 说坚持了五年 终于在不知名的乡下 找到了我面目全非的尸体 说我之前资助他 他为了报恩 愿意做他们的养女 代替我尽孝 我爸妈终日以泪洗面 还真让他钻了空子 就这样 陈依依代替我做了千金大小姐 和我的未婚夫结婚 过着原本属于我的生活 最后联合我的未婚夫 挖空了我家的财产 让我家家破人亡 我死不瞑目 上天垂怜我 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这一次 我要晚死陈依依 此时上午最后一节课刚结束 比食堂最近的侧门这里 学生最多 陈依依这一柜 比三层外三层围上来好多人 我垂眸看着他冷笑 这么拙劣的手段 之所以选择在食堂 无非是因为这边人太多了 如果我不答应 他就要利用这些 不知道情况的吃瓜群众了 道德绑架陈依依是有一手的 陈依依很明显愣了一下 我的淡定并不在他的计划之内 他的眼泪更加汹涌了 宋宋 我真的是没办法了 你不资助我 我就得退学了 你家那么有钱 你一个月的零花钱都几十万 我一年的学费 还不够你买一件衣服 举手之劳而已 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帮我呢 难道就因为我穷 我就没资格上学吗 宋宋 我给你磕头了 看待是有一场的份上 就算你再瞧不起我们这些穷人 也请你帮我这一次 求求你了 瞧不起穷人 他三言两语 一下子就给我输了那么多的敌人 真是高手 可惜我已经不是曾经那个傻白甜了 我微微一笑 我先声明哦 我从来没有瞧不起穷人 我只是瞧不起你这种穷就有理 喜欢道德绑架别人 但又不想自己付出劳动赚钱 脸大如盆 就知道伸手朝别人要钱的人 陈依依傻眼 连眼泪都忘记流了 正正地看着我 宋宋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我依旧微笑 我说错了吗 你这跟在大街上要饭有什么区别 我有钱我就该把钱给你 四海之内接你妈吗 你这么好意思伸手要钱 你还特意找了人多的地方给我跪下 我要是不答应你 你是不是还要煽动大家说我冷血无情啊 大家也是你要饭的一环吗 听到我这么说 一直在围观的同学们纷纷开口 我的天啊 多大学生了 没钱不会出去找兼职吗 学校那么多贫困生 人家要么申请助学贷款 要么努力学习拿奖学金 我也是自己做兼职赚学费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当众下跪和人要钱的 匪夷所思 人家有钱又不欠他的 凭什么就应该帮他了 就是啊 还特意强调人家瞧不起穷人 这就是传说中的绿茶吧 陈依依又急又慌 连连白首 我不是那个意思 送送 你真的误会我了 求求你别引导大家骂我 我跟你道歉 我错了 他哭得更加汹涌了 仿佛是我联合全校学生欺负他似的 我冷笑 前世大家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答应了 所以大家潜意识的 就以为是我欠了陈依依的 这也是我长嘴了 大家要把事实的真相偷袭出来 大家说的都是实话 哪里骂你了 陈依依 你冤枉我看不起穷人 就算了 可你别冤枉大家骂你啊 陈依依害怕了 焦急的解释 我不是 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 但还是遭到了大家的白眼 他那茶里茶气的话 傻子都能听出来 送送 你干什么欺负同学 我站在原地动也未动 过言之跑过来 将陈依依扶起来 义愤填衣的质问我 你怎么能让同学给你下跪 我慢慢的翻了个白眼 这就是我那瞎了眼的未婚夫 反问他 你哪只眼睛看到 是我让他下跪的 过言之一愣 送送 我知道他是不习惯 我突然用这种语气和他说话 他当然不习惯了 前世我喜欢他 看他都自带滤镜 他说什么我都听 也从未在他面前发过脾气 甚至因为 他家需要我家的资金资助 我为了不伤他的面子和自尊 特意在他和外人面前 营造出一种 它是我们两个这段关系的主导的感觉 结果这个男人自己飘了 不仅忘记 他家需要靠我家才能生存下去 反倒还给自己安了一个高领之花的人设 最后 学校里到处都是 我配不上他的喘言 这些都是顾言之 这个凤凰男 在私下搞的鬼 这一时 他也别想好 我冷眼看着顾言之 护着陈依依的姿态 或许在更早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就搞到了一起 顾言之回过神来 都这样了你还狡辩 江颂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你太让我失望了 看吧 我在爱为他度上了一层金身 他还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我吃笑 我是哪种人不是你有资格定义的 再说 你算老几 用得着你对我失望 他脸上满是愤怒 我喜欢的江颂是善良的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责了一声 既然你那么善良 那你来资助他吧 顾言之一顿张了张嘴 我直接打断他为出生的话 还有啊 资助别人要靠自己的实力 而不是一边接受别人的资助 一边资助别人 以彰显自己的善良 顾言之没心紧促 谋底闪过一抹慌张 你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从今天开始 你和你家就要靠自己了 我微微笑了笑 你不是善良吗 那就好人做到底哦 你不是讨厌我吗 恭喜你 以后咱们两个人没什么关系了 说完我看向依旧泪流满面的陈一一 还有你 终于有人资助你了 你可以继续白吃白喝了 陈一一的脸色爆红 低下头的瞬间 我看到了他眸底的怨毒之色 我转身就朝食堂走去 其他人也都散了 没走几步 手腕突然一紧 是顾言之追了上来 他紧紧攥着我的手腕 江颂 你刚才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他手心的触碰 让我从心底里感到厌恶 我直接甩开他的手 就是让你自力更生 都大学生了 这点话都听不明白 又有人看了过来 顾言之是真的慌了 也不管那些人的视线了 那你刚才说我家是什么意思 我勾唇笑了出来 就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呀 那怎么行 顾言之急的 连他高领之花的人设都忘记了 我是我 我家是我家 江 宋宋 你能不能别那么幼稚 你也要犯要习惯了吧 记住了 以后伸手要钱的时候 跟陈一学着点 要跪下 顾言之再次握住我的手腕 低声说道 你别忘了 我们两个有婚约的 我们两家的关系 也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你最好想清楚 别意气用事 放心 外界都说你配不上我 你们顾家 当然也没资格 跟我们家同龙同损 我扶开他的手 去了食堂 顾言之愣在原地 时候又传来陈一哭哭啼啼的声音 顾同学 对不起 宋宋肯定是心情不好 他看不起我没关系 但我不想你们两个 因为我闹矛盾 你去跟宋宋道歉吧 顾言之恢复了冰冷的声音 这件事就是他做错了 我为什么要道歉 这俩的戏可真多 我来到食堂 找到另外两个室友 他们两个帮我买完饭了 都是我爱吃的 还给陈一一也带了份 我坐下来 以后陈一一那份不用管了 他们两个先来食堂站地方 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情 问我怎么了 我笑了笑说 我爸妈的钱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陈一一也有手有脚的 我的钱还是拿去帮助 更有需要的人吧 两人连连点头 你终于想开了 室友董玉然将饭卡还给我 有些激动 我早就跟你说了 陈一一都18岁了 能养活自己 另外一个室友赵暖 轻轻碰了碰董玉然 她来了 我拿起筷子吃饭 陈一一走过来 在我身边坐下 声音依旧带着哭腔 送送 对不起 你别生我的气了 好不好 咱们宿舍我最穷 我是不配给你们做朋友的 可我真的很喜欢你们 那你们现在吃饭都不等我了 难道就因为我穷 就不配给你们做朋友了吗 她声音不大不小 周围的人都听到了 纷纷看过来 装可怜卖惨的毛病 她是改不了了 我放下筷子 侧头冷冷地看着她 用周围人都能听到的音量问她 你一天不卖惨会死吗 董玉然看不下去了 陈一一你有毛病吧 我也是靠助学贷款 才上了起学的 可宋宋还是真心实意 跟我做朋友啊 赵暖也开了口 就是宋宋还经常送然然东西 可她就算是收下了 也会自己兼职赚钱 回送给宋宋同等价值的礼物 才不像你就知道伸手要 而且我家也没有那么多钱 宋宋什么时候瞧不起我们呢 其他同学也跟着议论起来 她刚才不是在那边跪过了吗 这怎么又要下跪 可能是觉得跪下就有钱哪吧 这世界上要钱不要脸的人不是很多吗 真丢人 咱们学校怎么会有这种人 我真是大抬眼界了 议论声越来越多 快要将陈一一淹没了 陈一一脸上越来越挂不住 向我深深鞠了一躬 对不起 宋宋 我知道我不配跟你们坐在一起吃饭 我实在是没忍住 对着陈一一的背影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董玉然和赵暖安抚我 别生气了 吃饭吧 我笑了出来 我没生气啊 一点都不生气 陈一越这样 我越高兴呢 吃完饭 我和另外两个室友一起出了食堂 准备去面前操场散散步 一拐弯就看到了 站在了实验楼底下的顾炎之 他看过来 江颂 我有话跟你说 你跟我来 你会教室见吧 我跟董玉然和赵暖说 顾炎之带我来到游泳馆 这个时候里面没人 他站在泳池边 冷冷地看着我 你刚才是不是又欺负你同学了 我弯纯笑了出来 陈一一跟你说的 你们两个关系很好啊 顾炎之拧了敏唇 你别胡说 只是你欺负同学我看不下去 安慰他两句而已 我上下扫失了顾炎之一拳 你要是看不下去 就多给他点钱 毕竟你心里那么善良 不是吗 顾炎之神色缓和了一些 以后只要你继续赐助陈一一 送送 我还是会像以前那样爱你的 我差点恶心吐了 你的爱是什么高贵的东西吗 顾炎之双眸微微称大 送送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我以为我今天说的很清楚了 你是真的以为 我在跟你开玩笑对吗 那你可以回去等着 这周放假 我就会让我爸撤子 说完 我就要走 顾炎之跑到我面前 拦住我的去路 江颂 你什么意思 好狗不挡道 我冷声道 顾炎之神色沉了下来 点点头 好 江颂 你别后悔 他转身大步离开 一个凤凰男派头还这么大 真是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傍晚回到宿舍 陈一继续跟我哭哭啼啼的 我告诉他 以后你的吃穿用度 顾炎之都包了 你去找他要吧 陈一很无辜的表情 送送 我跟你未婚夫真的没什么 你可千万别误会 我纠正 他不是我未婚夫了 陈一低头抹眼泪 心里不知道怎么美呢 对于我来说 顾炎之就是个凤凰男 可对于陈一一来说就不一样了 那可是有钱人家的大少爷啊 长得还帅 他怎么能不心动呢 前世他都被我爸妈收养了 成了顶级豪门里的千金 不还是跟顾炎之结婚了吗 即便有钱了 他的眼界也就那样 我收拾了东西 直接回家了 今天是周五 对于我爸妈来说 我只是五天没回家 可对于我来说 我已经五年多没见到我爸妈了 爸 妈 我扑到我妈怀里 泪水怎么也控制不住往下掉 我真的好想他们 我妈被我逗笑了 拍了拍我的后脑勺 怎么了这是 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我爸走过来 咋得了姑娘 谁欺负你你告诉爸 我爸是个中年霸道总裁 我又钻进我爸怀里 没人欺负我 我就是太想你们了 他轻咳一声 跟我妈说 再给姑娘一张卡 我爸是懂得如何一句话破坏气氛的 我告诉我爸妈 我不喜欢顾炎之了 要和他解除婚约 我爸以为我刚才哭是因为顾炎之呢 都没用我说 直接宣布不跟顾家合作了 第二天一大早 顾父顾母就带着顾炎之上门了 顾父陪着笑脸跟我陪不适 然后一把将顾炎之拽到我面前 你还不快点得送送道歉 顾炎之帅气的脸上满是正义凛然 指着我跟我爸妈告状 江宋在学校欺负同学 站着家里有钱看不起穷人 我只是希望他能改正 我有什么错 我爸看了看我 眉心紧紧促起 我女儿欺负同学 不可能 我妈一直很温和 这会声音也冷了一分 我们家宋宋从来都没有欺负过人 怎么刚上大学一个多月 就传出欺负同学的声音了 看来我得去学校找校长谈谈了 还有 我妈冷眼看着顾炎之 你说我女儿欺负同学 证据呢 顾炎之一顿过后 立刻说道 他让同学给他下跪 我不禁冷笑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是他自己要跪下的 你是没长耳朵听不到 还是没长脑子记不住 我看向顾父 学校很多同学 都可以给我作证 监控也能调出来 顾伯伯 你儿子不去问别人 也不做调查 就一口咬定我欺负同学 这已经不是道歉 就能了解的事情了 他侵犯了我的名誉权 我可以告他 文言 顾府抬手就狠狠甩了 顾炎之一耳光 你这个小出生 还不快点给送送道歉 用不着 他的道歉我不稀罕 反而觉得恶心 你们走吧 我冷声下逐客令 在我爸妈的强势下 顾炎之连道歉的机会都没有了 直接被人丢了出去 没有凤凰男 世界都干净了 安心陪着爸妈 过了个温馨的周末 周一回到学校 我才听到顾炎之的消息 他们家的资金链断了 公司再次陷入了绝境之中 顾府一气之下 将顾炎之打个半死 顾炎之现在还在医院呢 这些都是顾炎之的哥们 徐晨告诉我的 陈一一就每天都用 楚楚可怜的眼神看着我 但也不敢再继续 之前那种行为了 最近这几天 陈一一每天都在宿舍里啃馒头 即便这样了 他也不去做兼职赚钱 只是经常用楚楚可怜 又充满期待的眼神看着我 我全当看不见 就这样过去了一个礼拜 顾炎之终于回来了 他第一时间找到我 宋宋 我住院了 你为什么不去医院看我 我故作不解地问他 宋宋 在我心里 你一直都是温柔善良的 我也想让全校所有人都喜欢你 你为什么就不理解呢 我笑了 如果你家公司找到了新的靠山 你还会跟我说这些话吗 顾炎之顿了一下 当然 他走上前 谋色温柔地看着我 宋宋 你别生我的气了 咱俩还是跟以前一样 好不好 我给了他一抹稍纵即逝的笑 不好 顾炎之申请不下去了 我提醒顾炎之 对了 这几天 陈一一没钱吃饭 天天肯馒馒头呢 恐怕过几天 他连馒头都没钱买了 你是大善人 你得帮帮他呀 顾炎之一脸 对我失望极的模样 这个不用你提醒 江颂 我现在才看清 你是什么样的人 跟你解除婚约 是我的幸运 他转身就走 只留给我一个 强硬而正气的背影 我倒要看看 他能强硬多久 陈一一果然又有钱吃饭了 下了课 他跟我们一起来到食堂 买的全都是肉材 他还加入一个鸡腿给我 送送 咱们都是朋友 有好东西应该分享 就分享个鸡腿而已 他那么好大声 恨不得全食堂的学生都听到 我又将鸡腿还给他 谢谢 我不吃 陈一一叹了口气 送送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可已经这么多天过去了 我该做的都做了 你要怎样才肯原谅我 我也叹了口气 别给我打标签 你都肯好几天馒头了 好不容易吃顿肉 我怎么能下去口呢 我突然想到什么事的 诧异的问他 你哪来的钱买鸡腿呀 所有人都看向陈一一 他神色之间闪过心虚 支支吾吾的说 我做兼职了 问这些干什么 我纯良的说道 你不是说咱们是朋友吗 还让我原谅你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你再哪做兼职 到时候我去看你 陈一一咬了咬下唇 已经结束了 他端着餐盘站起来 我知道你们不喜欢 跟我一起吃饭 我去别的地方吃就是了 我冲着他的背影大声问 我是关心你呀 你怎么还生气了呢 董玉燃和赵暖低头笑了出来 对付绿茶 当然是魔法打败魔法嘛 陈一一的钱是顾炎之给他的 一猜就猜出来了 不过 最近他俩来往密切 加上顾氏的生意 一天不如一天 不出意外 顾炎之和陈一一 肯定要算计到我头上 第二天下午我们没课 我约了董玉燃和赵暖出去逛街 天黑之后我们才回来 进了宿舍 我将大包小包往桌子上一放 陈一一立刻一脸咽线的过来了 送送 你买了这么多啊 这多花多少钱 真羡慕你 不像我 我爸妈原本说一个月 给我一百块的零花钱 现在连一百块都不给我了 我也不奢求像你这样 花钱大手大脚的 只求能吃饱饭就行 我故作惊讶 你现在不是能吃饱饭吗 这几天 我看你鸡腿可没少吃 陈一一立刻低下头 小声说 那是我兼职赚的钱 已经快花没了 那你继续去那家做兼职呀 你多赚钱 不就可以像我这样大手大脚了吗 我提醒 陈一一攥紧双手 没说话 过了几天 他果然开始大包小包 往宿舍里拎东西 还美滋滋的跟我说 我最近兼职赚了很多钱呢 送送 这个送给你 他说着 递给我一只萝卜丁口红 我没接 你自己留着用吧 我那有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送送 你就收下吧 陈一一双眼亮晶晶的看着我 我还是没收 只是含笑看着他 我给你放到你桌子上了 陈一一将口红放好 眼神闪过一丝算计 拉着我说 送送 周末咱俩一起去逛街吧 我还没跟你一起逛过街呢 我笑着答应下来 好啊 陈一一去水房打水的时候 董玉兰和赵暖过来问我 送送 你为什么还要答应和他一起逛街 我在他们两个耳边说了些什么 董玉兰和赵暖点头 好 周六 我和陈一一在约好的商场见面 我没买什么 倒是陈一一买了不少东西 他拎着大包小包 好累呀 送送 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我看了眼神时间 还是回学校休息吧 可这里学校实在是太远了 我太累了 陈一一有气无力 我今晚不想回学校了 找个小旅馆住下来吧 我还没在校外住过呢 他眼巴巴的看着我 真羡慕你 家就是本地的 住酒店吧 我提议 陈一一神色一亮 真的吗 嗯 你身份证带了吧 走吧 我直接拦了辆出租车 到了酒店 我就站在一边等着 陈一一磨磨叽叽地拿出身份证 没有立刻递上去 送送 这酒店一晚上得四百块 实在是太贵了 我笑着说 就一晚而已呀 陈一一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 一咬牙将身份证递上去了 还交了一百块钱的定金 一共五百块钱 估计他肉疼死了 我送陈一一上楼去了 就要走 陈一一拉住我 送送 我自己住在这害怕 你留下来陪我吧 我抽出手 不了 然而和小暖刚才给我发微信 他俩就在楼下等我呢 我先走了 陈一一正 他俩来了 你告诉他俩你在这了 我点头 对呀 然后无辜地问他 怎么了 陈一一神色之间 闪过一抹气急败坏 好在最后收住了 他快要哭出来了 我说住小旅馆就行了 你非让我住酒店 我以为你会留下来呢 才来这里的 一晚上四百块钱呢 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 没钱你为什么不回学校 还要在校外住 我翻了个白眼 出去了 我和董玉然 还有赵暖三个人 就在酒店一边猫着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顾炎之来了 他打电话 叫陈一一下楼退房 可陈一一都住进去了 退不了了 顾炎之当场就跟陈一一甩脸子 谁让你带他来这么贵的地方的 陈一一哭着说 是江颂说的 我以为他会留下来 我就剩五百块钱了 现在 顾炎之到底要面子 没再说下去 陈一一问 那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不能退钱 就只能住了 走吧 他说着 拉着陈一一的手 就进电梯了 我拍了几张照片保存 董玉然和赵暖 还在一边吐槽 刚才酒店的前台 看他俩的眼神 好像在看跳梁小丑 赵暖问我 陈一一为什么要带你来开房啊 他和顾炎之商量好 让顾炎之睡了我 顺便拍下这照片什么的 这样我家就不能撤资了 他们也就有钱了 本来以为顾家会努力 找其他人注资 没想到手段这么下作 众活一世 他们任何一点风吹草动 我都不会放过 董玉然骂了一句 狗男女真不是人 赵暖的语气里满是嫌弃 你们说他俩现在在干什么呢 我们三个对视一眼 了然的笑了出来 周一回到学校的时候 陈一一又开始啃馒头了 顾炎之也真的没钱了 他家现在都要破产了 连他都要养活不起了 还哪来的钱养陈一一 顾炎之又找到我 跟我道歉 送送 对不起 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吧 看在我们曾经那么好的份上 你跟江叔说 不要撤字好不好 我们家的公司 真的要坚持不下去了 我有些诧异 你不是都和陈一一在一起了吗 顾炎之一顿 连忙说 我什么时候跟陈一一在一起了 我没有 陈一一都说了 你还不承认 我厌恶的看了他一眼 走了 回到宿舍 就只有陈一一在 他突然又给我跪了下来 送送 你帮帮我吧 你再不帮我 我真的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我故作惊讶 顾炎之跟我说 以后他管你 怎么他现在连饭都给你吃了 他怎么这样 现在大家都说他是大好人 结果他远饭都不给你吃 这不是在利用你吗 我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我知道了 他家公司最近出现了点状况 他肯定是想借字炒作 拉投资 我刚说完 陈一一的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 看他的表情 就知道是顾炎之打给他的 他什么都没说 脸色很难看 下去了 过了一会 我收到了董月燃发来的视频 还是游泳馆里 顾炎之跟陈一一吵了起来 你把我之前给你的钱还给我 顾炎之身手 完全顾不上高领之花的人设了 陈一一的音量也很高 那是你自愿给我花的 凭什么要我还给你 顾炎之怒骂 你个臭婊子 要不是因为你 江颂根本不可能跟我分手 现在我们家公司垮了 都是因为你 陈一一冷笑 你令我作假慈善 薄热度 我还没跟你要钱呢 还有 你睡了我那么多次 你给我那点钱根本不够 顾炎之 是你自己发骚 心甘情愿爬上老子的床 后面两人又对骂 变成了护山巴掌 陈一一当然没有顾炎之的力气大了 最后 她是肿着脸回来的 我将董于然发给我的视频保存下来 有着以后 心情不好了 当笑话看 然后 将我之前在酒店拍下来的照片 匿名发给了陈一一的家人 有些账必须得算清楚了 两天后 陈一一的家人就找来了 你在外面勾在上有钱人 吃好的喝好的不告诉我们 我白养你这么大了 白眼狼 陈一一哭着说他没有 他爸妈当然不相信了 或者他就去找顾炎之 事情闹得很大 几乎全校的学生都来看热闹了 还把这件事传到了网上 校方很生气 将陈一一和他的父母 以及顾炎之 带到了副校长办公室 我作为陈一一的社友和证人 也去了 只是不等我开口 陈一一的父母就超常发挥 缠着顾炎之 让他娶陈一一 还要一千万的彩礼 顾炎之说不给 他们就要把这件事情闹大 最后顾炎之的父母也来了 知道怎么回事之后 顾父又狠狠打了顾炎之一顿 我都要破产了 你还在外面撩骚 我今天非要打死你 陈一一的父母知道 他被穷光蛋白睡了之后 也打了他一顿 我供你上大学 是让你找个有钱人 你个小骚货 被一个穷光蛋白白睡了 谁家有钱人还要你 总之场面一度很混乱 最后副校长发了很大的火 顾炎之被他爸妈带走了 陈一一也被他爸妈带走了 我连话都没用说 这场好戏就结束了 我直接回了宿舍 第二天一早 陈一一就回来收拾东西了 他双眼红肿 收拾完东西之后 视线跟脆了毒四的盯着我 江颂 我不能上学了 你满意了 如果你肯出钱帮我 我怎么可能连大学都上不完 我无语至极 对对对 你没钱不去做兼职 吃不起饭 上不起学是我的错 跟我甩了的渣男睡觉 也是我的错 陈一一用最恶毒的视线看着我 没再说话 走了 我则回到家 跟我爸妈说了陈一一的事情 算算时间 陈一一的废物哥哥应该要出场了 还补充说 我担心他会报复我 我爸妈立刻雇了好几个保镖 在暗中保护我 几天之后 顾家破产的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学校 学校里到处都在议论 原本他爸都快要拉到新的投资了 结果他弄出绯闻 谁还敢给他家投资 这要是我 我能舔江送一辈子 就是靠人家吃饭 还高高在上 软饭硬吃 真是活该 顾言之回到学校 听到的就是这些话 这天我接到了他的电话 约我出去见面 见面的地点很偏僻 正是上一世 我被掳走的地方 这一天还是来了 我来到了 跟顾言之约好的地方 此时的顾言之 完全没了往日高领之花的样子了 落魄的像个乞丐 他看到我 突然笑了出来 笑得诡诀又阴冷 江送 都是你害的我 我不好 你也别想好 我迎着他癫狂的视线 竟然有些激动 你想干什么 我颤着声音愣倒 一辆车突然冲到我身边 车门打开 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的脸 陈一一的哥哥 陈家强 陈父和陈母冲下来 将我拽上车 快 快开车 陈家强回头色迷迷的看着我 一笑差点流出口水 他一脚踩了油门 车子窜了出去 直接回到他们那个小山沟里 我被拽着进了那个昏暗的猪圈 看着不远处的铁圈 我目光变冷 前世的种种袭来 身子剧烈的颤抖起来 恐惧掺杂着愤怒和恨意 我攥紧拳头 努力克制住自己想要杀人的冲动 这一事 一个都跑不掉 陈父催促 强子 快 等他怀上你的娃 他们家的钱就是咱们家的了 快 陈家强咽了口口水 正准备将我按到了木板上 就在这时 我爸妈带着警察和保镖冲了进来 陈家人都被一网打尽了 他们还将顾言之也供了出来 这五个人都是绑架我的主犯 而且情境恶劣 再加上我爸妈给我请了最好的律师 五个人最后都被判了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我一直留意着这五个人的动向 托人在狱中好好照顾他们 五年后 这五个人陆续出狱 早就没了人样 陈家人为了生存 将陈依依便宜卖给了他们村里的老光棍 那老光棍好吃懒做 别说陈依依了 连自己都养活不起 陈依依实在是没办法了 最后勾搭上了村长 被老光棍抓包 活活被打死了 在我派的人的提醒下 老光棍也知道了顾言之的存在 得知顾言之是陈依依入狱前的情人 气得捅了顾言之两刀后 然后连带跑去陈家 一把大火烧了陈家 将陈依依的爸妈和陈家强活活烧死 手下人发来的视频中 老光棍被抓时还骂骂咧咧 妈的 老子花五千买的居然是个二手货 这家骗子都该死 这件事上的新闻 无死一重度伤残 顾言之半身不随 这辈子都下不了床了 我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 人正在公司里 董玉然和赵暖来找我吃午饭 小江总 在看什么呢 我推出新闻页面 笑着站起身 没什么 走吧 吃饭去 我请你们两个吃大餐 外面 阳光请好 我的人生 就和今天的阳光一样 一片灿烂 至此全文晚安 感谢观看